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BuzzFeed首席执行官乔纳·佩雷蒂今天宣布 该公司由于受到资金困扰将至少裁员15% 也就是大约180名员工 BuzzFeed已经开始与代表公司员工的新闻协会进行讨论 BuzzFeed News曾经获得普利策奖 该网站在大约10年前席卷了互联网 并引起传统媒体行业的侧目 目前来说消息虽然可惜 但不少业内人士也对该消息并不感到十分惊讶 多年前BuzzFeed向其新闻产品投入了庞大的资金 从传统新闻业挖走了大量顶级记者 并在世界各地开设分公司 但近年来数字媒体行业蓬勃发展 BuzzFeed也不得不做出了精简和优化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今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参观了当地的纪念墙 并且向阵亡的乌克兰士兵致敬 随后他又前往了周边小镇布查 查看俄军曾在此地进行大屠杀的罪行 这位北约的负责人说 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深受感动 也强调至今为止 俄军对乌克兰人民的暴行仍在继续 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 但该集团在支持乌克兰 捐赠军事援助和收容难民方面 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做出了回应 他再次重申 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主要目标之一 国会共和党议员今天再次呼吁 追究拜登政府的责任 因为他们阻止了国会和公众 更多的了解拜登家族成员 与中国的商业交易 国会发出强烈抗议之际 国税局的一名举报人称 拜登政府对亨特拜登的调查处理不当 举报人还声称调查中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 还指责拜登政府在该案件中 已经出现了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目前针对亨特拜登的案件 正交由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 大卫韦斯所负责 他认为拜登家族与外国存在可以活动报告 也就是俗称的SAR 虽然SAR通常不能直接证明 非法或犯罪活动 但会作为司法程序评判一个案件的指标 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表示 司法部需要让民众来评判 拜登家族是否从事了犯罪活动 他还补充说如果报告没有问题 就请立刻发布 北卡罗莱纳州警方表示 加斯顿县警局周二晚上接到报警电话 称当地发生枪击事件 调查人员后来确定 24岁的非裔男子罗伯特·辛格特里 枪击了一名6岁女孩 女孩的父母和一名无辜的邻居 案件发生的起因却十分离奇 当时一群孩子正在街区内打篮球 结果篮球滚进了辛格特里的家中 正当他们想要去检球时 辛格特里突然暴怒 向一对妇女开枪 父亲的背部中弹 女孩子是脸部擦伤 女孩的母亲这时候 企图上前阻止也被枪击 索性只是擦伤 辛格特里随后逃跑 目前依旧下落不明 警方已经对其发出了四项 一级谋杀未遂罪 两项使用致命武器罪的逮捕令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